大家好,我是老黄 首先,昨天英国女王在上议院发表了演讲 卫报今天发表了一篇评论 对英国女王演讲做了一个简单的评论 其他的我不说 其中就提到了一个 就是关于约翰逊首相 他要对政治庇护制度进行改革的问题 他评论里面简短的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计划中的庇护制度改革 表面上是针对人口走私者 就是舌头 这将意味着对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和那些绝望的人 给他们残酷的对待 换句话说呢 就是说他表面上的理由 是要惩罚那些人口贩卖者 或者舌头 但真正受害的还是政治庇护寻求者 那些弱势群体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在三月份 帕特尔就是英国内部政部大臣提出了这个政治庇护的改革的计划 实际上直接导致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去年的十月份 大家有的人可能知道去年十月份 在英吉利海峡发生了一个惨案 当时有一艘船 大概有大概我估计有二十多个人的这么一艘橡皮艇 在这个英吉利海峡那个偷渡的时候呢 沉调就是翻船了 其中呢 有一个那个库尔德 伊朗结合的 就是有一个家庭 他有两个儿子和不对 三个儿子 就是一个儿子是九岁 一个儿子是六岁 最小的儿子呢 才十五个月 那也就是一岁半 连一岁半都不到 一岁零三个月 他们在这个沉船事件中呢 死亡了 就是被淹死了 被大海吞没了 那那个大儿子 就是九岁的那个 当时呢 尸体都没有找到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然后呢 在这个悲剧之后 一个星期之后 又有大批的这个难民 从那个法国的这个海岸那边 坐这个橡皮艇 偷渡过来 仅仅割了一个星期 继续不断 这个呢 当时呢 因为当时十月 十一月 这个海水是很冷的 一旦掉到海水里面 一般都是 人都要死亡 那个当时那个 沉船的那个呢 当时是救出了十几个人 那还有一批人 可能失踪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尸体都没有发现 这个当时呢 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移民官呢 就是说把一名裹在 就是连帽子的那个外套衣服里面啊 里面裹着一个小孩子啊 十五个月的小男孩 然后呢 用救生衣把它包起来 移民官在海上找到了这个 然后还把一名妇女给救上来了 这个包裹 这个妇女 他抱着他 那么当时就知道 这个那个妇女 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 但是包在这个包裹里面的 救生衣的 这个男孩子呢 已经憋死了 就大水 就是在海水里面这样呢 五个月的孩子 你说他能活下来吗 动都要动死了 那个 就是说 这对夫妻呢 他们两个人都是三十五岁 来自库尔德和伊朗的 他们结合的一个家庭 三个孩子全部去世 但是父母留下来 哎呀 在这里我 我是 其实我不忍心去批评他的父母 但是呢 在伊朗那些国家呢 一般是男人呢 是男尊女卑的 就是因为穆斯林 以男人为主的 我觉得他父亲 对这个事情呢 我不能说他要承担责任 但是他所做的决定 带着全家人逃亡到英国 渡过这个英吉利海峡 而没有留在法国 而渡过英吉利海峡 结果造成了三个儿子全部死亡 这个父亲 应不应该有一些道义上的责任 其实呢 这个家庭呢 我想最终做决定的一定是这个男人 当然现在他一定是后悔 但这个事情呢 去批评他有点残忍 对不对 他们是从那个战乱国家逃出来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男的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通过这么危险的 这个从英吉利海峡过来的话呢 他这三个儿子应该还能活命 但现在已经做了 但是你能怪他吗 他这个心理创伤 我估计他这一辈子都要伴随着他 这个呢 我就说看了特别有感触 因为我们都是做父亲的人 我现在这个儿子才四岁半 我就经常在想这种问题 自己要是带着儿子从大海上这么渡过去 这个场景实在是根本就是惨不忍逐 我实在是不能深想这些问题 尽管这个去年发生了这个 这么令人心碎的事件 但是呢 仍然有不停的 间断的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个海峡 要跑到英国来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当时的内政部大臣帕德尔也说 这些死亡是最终的悲剧 是本可以避免的 你看他这个话 话里有话 在当时他就说 本可以避免的 什么意思 就是您不应该来我们英国 对不对 就留在法国那里就行了 本来就是可以避免的 这个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慈善机构的领导 他这个还有记者 他们就是表示为了防止更多的悲剧发生 英国和法国政府应该在英国北部建立一个安全合法的程序 个人可以在那边申请政治庇护 他说如果这样做就可以打破这个人贩子的这个市场 给难民以尊严和尊重 而不是把难民视为一个对我们国家威胁的问题 那么这里的难民呢 被所发生的事情呢 已经震惊了 但是呢 并不能改变基本的情况 因为这些难民呢 他们觉得寻找安全之外 别无选择 换句话说呢 会有更多的人试图跨越英吉利海峡 而且呢 这个大海将会夺去更多人的生命 这个加莱露宿的人 也就是法国那一边海滩上 那么一个加莱那个地区 然后他们告诉英国记者 他们没有选择 只能继续走同样的路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庇护申请在法国会被拒绝 而英国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安全的希望 其中有一个人叫伊玛德 他是个叙利亚公民 他说呢 他已经在加莱待了几个月 多次试图跃进英国 但都没有成功 他说那个死亡事件呢 是令人震惊的 但是呢 阻挡不了他 他将继续 他继续要试图跃进 他说这是一条 一条非常非常危险的路 这个海浪非常的高 我知道有人在仕途渡海的时候呢 后来没成功就去了医院 他说他今年32岁 他说我还是要尝试前往英国 他说我知道我有危险 但是我还有什么选择 另外还有一个难民 叫23岁的 叫阿奇之 他今年9月 他这个报道是去年的 也就是去年9月 他从加莱撑船抵达英国 然后抵达英国了以后呢 他就听说了这个产案 这个产案是在他抵达英国之后 大概一个月时间 因为那个产案呢 是大概在去年10月底发生的 他说呢 他当时非常的震惊 因为他当时偷渡的时候 也是在同样的地方 也是处于一种同样的处境 他说我就差点要死掉 但是问题是 令我震惊的是 这是一个家庭 这有孩子 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以前人们可以开大车 但是现在开车的途径 已经被封死了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那条陆地的 也就是坐船 比如说轮渡过来 那个陆地 大货车 这个集装箱的这条路呢 控制非常的严格 其他没有路可以选择 所以呢 只能是从大海上渡过来 没有人可以通过陆地 只有一条路 坐船 即便是有孩子的家庭 这位叙利亚公民说 他没有在法国 申请政治避难的原因是 他相信自己会被拒绝 因为他经历了 来自法国人民 和当局的种族主义 和伊斯兰恐惧症 他这里呢 就指责了法国人民 和法国政府 当然了 他现在后来又补充了一句说 我并不是指所有的法国人 但是你不能待在一个 你觉得不安全的地方 法国让他觉得不安全 他说我需要为自己的状况 情况选择一个解决方案 我只有到达英国 我才能够安全 我们别无选择 所以一位就是英国内政部的人 消息人士 他是这么说的 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就是那个死亡了三个儿子的这个家庭 从伊朗到欧洲的旅行 这段过程细节呢 是令人悲痛的 从欧洲寻求庇护的机会增加 并不会阻止危险的过境 这句话有点拗口 他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尽管你在欧洲其他的国家 你可以提出申请证的庇护 或者即便那些国家同意接收 把这个这个几率给他提高 但是仍然也阻挡不了 那些想通过英吉利海峡 跑到英国的来 因为他们向往的是英国 英国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安全的到达目的地 或者是他们这个梦中的一个目的地 所以你阻止不了 换句话说 欧洲那些国家对他们吸引不了 对呀 他们不愿意待在法国 比如说 由于这个控制严格 恰恰相反 他只会激励更多的人 进行危险的欧洲旅游 他们知道 到了英国就可以申请政治庇护 所以说呢 如果政府能够建立一条新的 坚定的和平的庇护系统 合法的 而不是迫使这些难民呢 通过这种非法途径 从这个大海上面漂渡过来 实际上这是一条死亡路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呢 下面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了 现在英国政府呢 他们呢和法国政府 他们谈不拢 那么他们想抓黑帮 也抓不到 因为这个黑帮实际上是在法国 你们这么想想看吧 这个橡皮艇上 会不会有黑社会的舌头在上面 替他们驾驶 因为要有轮子的嘛 对不对 汽车轮子 那么橡皮艇也有把舵的人 就是驾驶员 你们觉得这个驾驶员会谁 会是黑帮的人吗 会是舌头吗 舌头会跟你穿着救生衣 然后到这个船上面 帮你们这么开到这个海岸的对面去吗 他会找死吗 不是舌头 这些驾驶员往往就是政治庇护寻求者 所以现在呢 英国政府很齐巴 他们呢 现在就是说通过呢 这个就是那个无人 这个飞机来监控 发现了很多船 他们在找什么 他们找这个橡皮艇上的那个驾驶员 他们要把这些人送到监狱里面去 说他们是走私者 也就是说舌头 这个东西呢 就是是很有争议的一件事情 我刚才说了 因为这个一般来说 common sense 打那个舌头 他绝对不会冒这个鞋 那么舌头为了 这个船总是要有人驾 那么驾船的人是谁呢 那么肯定是舌头将那些 那个年轻力壮的人呢 进行了一下培训 然后他们这些人也说 价格可以减半 就是他们负责在海上 驾驶这个橡皮艇 然后包括自己 包括其他人一块跑到英国来避难 那但是对这些驾驶员 应该怎么处理 现在英国政府的处理方法是 把他们判刑 把他们送到监狱去 法官也认可 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这个皇家检察公署呢 后来发了一个通知 认为呢 这个事情有争议 并不是每个人 每个驾驶员都被判刑 那主要是看它起的作用 这个呢 就是说是个案处理 但是已经有 到目前为止 到去年八月份 已经有八个驾驶员 而且这些驾驶员 都是政治庇护寻求者 他们被判刑了 判判刑的刑事 一年到两年 然后呢 刑满释放了以后 他们就有资格 被遣送回去 换句话说 他们白跑了一趟 坐了牢 还要被遣送 这个英国的 这个检察那个院的公署呢 他们也承认 尽管这些驾驶员 不是犯罪团伙的成员 但是驾驶 小亭 横渡 英吉利海峡 为这些寻求庇护者 提供了方便 换句话说呢 也就是说 他是舌头当中的一部分 尽管他自己 不是舌头的成员 但是他替舌头 提供方便 替这种非法的人口贩卖的 这个旅行 他们提供了方便 所以呢 他们认为 这是犯罪 属于刑事犯罪 这些在法庭上的刑事犯罪 为这些驾驶员辩护的呢 他们出来就跟报社说 他们感到很不舒服 他们实际上就是说 很同情这些 政治庇护寻求者 他们无非就是说 舌头许悦他 许弱他们 如果你驾船 我们就给你减半 就是说你的费用减半 一个船位是 三千五百英镑 如果你驾船的话 那就减半 给你比如说是一千八 那么很多人 他交不起那笔费用 他就充当了 这个驾驶员的工作 这就是 实际上是被迫的 有的这个驾驶员还说 舌头逼迫他们 逼迫他们做这个驾驶员工作 而且还拍照 就是他在驾船 学驾船的这个 拍照 拍下来 如果说 如果你不做 把这些录像 照片 传给英国政府 然后呢 你就会做了 所以他们在被迫的情况下 做了这些事情 他们本人其实就是 政治庇护寻求者 现在呢 英国的这个英吉利海峡呢 有很多这个无人飞机啊 他们天天在那里飞来飞去 他们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想找这些驾驶员 那个皇家检察署 向律师发布了新的指导意见 他说呢 协助非法移民的罪名 有些应该是适合 这些驾驶员了 换句话说呢 你们应该去 替他们辩护 然后呢 应该起诉他们 因为有些律师 他们有抵触情绪 他们不愿意 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 去年8月份以来 刚才我说了 八个承认自己 做驾驶员的人 被判入狱 然后有一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说呢 在我看来 这完全是帕特尔的错误 帕特尔 帕特尔就是英国内政部大臣 他这个律师就说 应该是他的错 他这种 这个做法 让我们刑事 这个律师呢 很多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那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呢 在英吉利海峡呢 有一百多 就9月份了 去年9月份 有一百多被捕的人 大部分都是驾驶员 就是小艇 橡皮艇的驾驶员 占据了大部分 目前通过法院来审理 这些驾驶员 这个案例已经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这项政策呢 这个就受到了人权的机构 还有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 因为这项政策意味着 当局把政治庇护寻求者 视为犯罪 因为他们在危险的旅途中 实际上他们是在危险的旅途中 他们是想帮助他们那些同胞 因为如果没有人驾船 或者不熟悉驾船的人 在海上面 这个 这个 这个你们想想看 这个艇还不翻掉 就像没有驾照的人 到路上去开车 你要拖家带口 就开了几十人的车 行吗 这不是亡命之徒吗 所以说 实际上他们是拯救那些 那个就是被迫偷渡的人 但是现在英国政府 要把他们送上法庭 边境处和移民独立的 一个总检察署 他们认为呢 就是说 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呢 是在法国边境上 而不是在船上 也不是在英国这里 这个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那个英国的有一个部门呢 就是说呢 要想去找到这些黑帮呢 是非常的困难 这个船上面是没有黑帮分子在上面 有些呢 移民呢 他们同意驾驶这个橡皮艇 因为他们可以得到价格上的优惠 甚至可以达到减一半 就是减半 但是英国政府一旦抓到他们 就说他们就是人口走势犯 但是呢 人权机构就说 英国政府把他们说成是人口走势犯 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因为这个联合国难民公约规定的 所谓的人口走势犯 是为经济或者其他物质利益旅行提供便利 但是这些 他本身就是去那个庇护寻求者 他在这个船上的作用 并不是他的 是为经济和其他的物质利益 他的名字呢 叫商机 他是这样来定义的 这些人啊 他说那些来英国寻求安全的人 他们只是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活着 进入英国啊 这些人啊 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 来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这显然和那些啊 是为了赚钱啊 不关心人的生命安全啊 不尊重人的生命啊 犯罪的组织 有犯罪组织的这些犯罪分子 他们完全是啊 不相同的 也就是说走势者应该就是说 他就把走势作为他的事业 他的工作 他的业务 而且这些这个 那个被迫做这个驾驶员的人 他不是把这个作为业务 不是他的工作 他只是在这段途中 他做了驾驶啊 那个你不管他是被迫的 还是无奈的 对不对 这不是他的工作 那么这个商机女士说呢 嗯 驾驶员应该免于起诉 因为他们为非法移民 实际上提供了帮助 让他们的死亡呢 减少啊 危险程度降低 而且这种罪行应该 这个标签应该是放在那些 以这个为赚钱谋生的那些犯罪分子上面 也就是舌头上面 而不应该去那个怪罪这些驾驶员 那么皇家检察署表示呢 驾驶员呢 应该要承担被起诉的责任 但是后来呢 他们在去年10月份又发表了一个文件就澄清了 并不是所有的驾驶员都会被送上法庭的 但是每个个案都要进行的充分的那个调查 充分的有证据才会送上法庭 然后他们是这样说的 处理移民案件的标准做法是 要考虑起诉那些在协助非法入境英国方面起重要作用的人 其中包括那些驾驶员 他说我们去刑事调查小组将案件交给那个皇家检察署 然后皇家检察署会独立决定 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来提起上诉诉说 好 那么这个呢 我就是说事情我说到这里 然后我就是我为什么做这个视频呢 其实我很想说以下几点 比如说英国政府目前对政治庇护的这个改革的计划呢 实际上他们是把惩罚的拳头打在了受害者身上 他们没有办法去打法国政府 他们和法国政府谈不拢 因为法国政府他不愿意接受这些 他们就是说好像我想可能就属于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那种状况 你跟他们谈不拢 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谈不拢 我想和所有的欧盟国家根本在这个问题上都谈不拢了 没有个国家愿意说他们要到英国来避难 然后现在你们把他送到我们国家来 实际上你就要这些难民做一个选择 可能人家也不愿意回这个那个欧洲大陆的这些欧盟国家 所以那个法那个法国不愿意配合 然后呢 拳头就砸在谁的身上 就砸在庇护寻求者身上 砸在这些弱势群体身上 中间还有就是黑帮 英国政府他们开始是想通过严惩这些黑帮分子 这些舌头来阻碍这些偷渡行为 但实际上这一点他们也做不到 因为这个犯罪的分子主要是在法国的海滩上 你怎么跨过去去抓那些人 英国政府花了很多钱做铁丝王 其实这都没有用 最后他们我想到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他们既不能和法国政府谈龙 也不能抓到这些黑帮分子 最后就拿这些这个弱势群体 就是申请政治庇护的这些 经过一路经过千难万祖的辛苦 冒着生命危险 最后到达了这个目的地 然后呢 这些人反而受到了迫害 这个破坏实际上是心理上的 因为为什么将来改革了以后 他们要面临一个不同的对待 以后英国政府要把这些人 变成一种二等难民 或者二等寻求庇护者 你合法进来的你就变成一等 这些非法偷渡进来的 就变成二等 二等这个庇护寻求者 在福利上面也不一样 在程序上面也不一样 而且还有可能要把他们送到英国本土之外的海岛上去 那这就是 然后这将来一定会资深后面的事情 往往是你前面的事情这么做了 最后一定会延伸出来新的问题 我可以肯定将来如果他真的这个法律通过了以后 将来会有新的犯罪事情 比如说他们从海面上偷渡过来 他们就躲避 不让你们抓到 然后上岸了 然后你就不知道 他是海上偷渡过来的 对不对 这样子他就不会变成那种二等的 那个政治庇护寻求者 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 他们这个旅途的危险性也就增加了 他们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无论是经济上的代价 还是生命上的代价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 政治庇护寻求者 也就是弱势群体 他们最后成为牺牲品 谁的牺牲品 就是英国政客的细争品 这个英国政客 他们为了选票 为了自己能上台 为了能够平息 这些那个英国人民的 对这种那个丑恶现象的 那个批评情绪 最后他们采取的行动 就是把这个铁拳 最后是砸在寻求庇护者身上 这是为了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 中国政府其实在英国整个社会 他们在接受难民的问题上 总体来说 比那些欧洲国家 他们要宽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这个改革方案 这个改革计划 成功的立法了以后 那么我呢 就将来呢 反正我就是要批评他们 甚至呢 去抗议都有可能 谢谢大家